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范例的实作阶段咯 我们实际以一个范例来说明通用性接口的设计 然后借由EIT造型来把它对应到代码 那在谈到我们的这个范例之前 我们还是来说明一下整个我们的范例的情境 这个范例的情境呢,牵涉到一个敏捷跟用力 那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两个纳进来呢? 那上一个小回合也已经做过说明 那我这边再来说明一遍 就是use case呢,它是表达的用户的一种期望 跟他的愿望以及他的目的 那么敏捷呢,是透过每一次的迭代来逐渐的产出代码 产出这个系统来给这个用户 所以呢,那这use case呢,刚好可以作为敏捷迭代的一个开发、交互、检测以及讨论的一个单位 所以呢,我们就把敏捷跟用力当成我们这个这一次这个范例的一个背景 一个情境,好,那我们的架构师呢,就一边并用这个use case呢,来掌握用户的这个需求 那么另一方面用EIT造型来跟开发者沟通 所以这个架构师就有两把刷子咯 右手的刷子是EIT造型来跟开发者沟通 那么另外一个左手的另外一个刷子就是用力的模型来跟用户沟通 所以架构师就可以把用户跟开发者跟自己三者呢,结合为一体 那么我们就可以透过敏捷的一个交互 显然来反馈,来探讨呢,这样的一个用力 如果user并不满意,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到底是需求不明确 还是用户自己也搞不懂需求是什么 那么或者是架构设计有问题 或者是代码开发不正确等等的 我们就可以透过秉捷的迭代过程当中来逐渐的改进 好,那我们就进入了第一次的迭代咯 那在进入之前,我们还是一样帮你做个简单的铺垫 use case的模型就包括有用力系数 以及用力图,这个图文并茂的方式来呈现这个user的需求 那么随着敏捷的迭代过程当中 use case的数量会增加 那么也不是在一开头的时候就把use case的内容都讲得很细腻 不是的,只是它是随着允捷迭代的过程而不断的增加它的细腻度 那么use case也是随着允捷的迭代的过程 它的代码会越来越细腻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use case就像树叶不断的越长越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检验我们架构设计 是不是像树干一样能够不断的成长 能够支撑越来越多的use case 越来越多的输业,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精致化我们的eit造型的架构设计 包括我们设计通用性的接口,通用性的框架 来整合允捷迭代所产生出来的代码 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一次的迭代啰 就是要来做播放音乐 OK,首先建立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呢,包括的是一个iPlugin 通用性的接口 以及一个Plugin这个G类 那么它就用来整合允捷迭代过程当中 所产出的各个用力的代码 那这个结构呢,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我想你已经事成相似咯 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 我们也展示过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这就是通用性的接口 这也是通用性的接口 这一个是对Client端的通用性接口 这个是对Server端的通用性接口 OK,那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也说明过它的好处就是 各个use case之间都是独立的 可以独立的开发 独立的检测 独立的回馈 独立的来调整 那么虽然各个用力都共享了通用接口 但是自己都拥有它自己的特殊的接口 就是这潮潮类在这里 这是一个潮潮类 那这里有自己特殊性的接口 这待会呢,透过代码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还有透过EIT造型的接口的转换 所以让use case呢 这边的UI的部分 这是UI的部分 跟这个引擎的部分 可以独立开来 就是由于这个接口的转换 所以让这边呢 跟这边是独立的 所以这边有所改变 跟它是无关的 这边改变也不影响它 所以两边就可以独立承担 独立开发 独立检测 独立成长 所以这整个架构呢 创造出巨大的系统的弹性 也创造了巨大的 这个系统重构的空间 然后再来 可以让掌握开发者 掌握框架开发者 能够掌握一切 就是在这个plugging的背后 我们有说过 因为它的整个执行的流程 都会经过这里 再往下调用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调用 建立一个看门口 然后调用它 就可以做 这一个通信方面的 监控跟记录咯 所以让框架的主人 透过这个接口的制定 达到全面性的监控 这个框架定了接口 让他们来 跟寻 定了这个接口 让他们来遵循 所以就具有了结构上的掌控权 还有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有 看门口来做监控 所以达到了前面监控的目标 在UI的设计上呢 因为这边是独立的 所以UI的设计呢 可以不断的改进 所以各有各自的变动的成长的自由度 所以呢 在这里一开始 我们的UI 也不用设计的太完美 因为随着 敏捷迭代的过程 这个UI 也可以不断的弹性的改进 所以我们目前 在这个UI上面 只提供了三个按钮 一个Play 一个Stop 一个Edge OK 那这里就是播放的 预设的MP3的音乐 那么如果觉得不好听的时候 那么都会按Stop按钮 那可以再回来重新Play 或者是Edit之后就结束掉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针对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使用的情境 然后简单的UI 那我们来写这个代码 所以写代码呢 首先 这个就是我们的框架的部分 里头有一个接口的定义 有一个G类 然后Service的部分呢 有一个 槽槽类 有一个T 就是我们的 这个T的部分 EIT的T 然后这个是用来 这个提供UI的 提供UI的部分 那我们首先 来看这个 接口的部分 我们的框架的部分 我们定义一个 interface 叫做IPlugin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定义 这边是一个接口 就直接对应到接口 这边是一个类 就直接对应到类 所以 非常的方便 直接对应到 你看这有一个 interface的关键字 跟它对应 所以定义出一个IPlugin 里头就只有一个函数 叫做Execute 然后这里传一个 code编码过来 这等一下再说明 OK 然后 在这个定义一个G类 这个G类呢 实现这个接口 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呢 去实现Execute 在Execute里头呢 再调用 这个 自己的接口 那这个就是I 就是里头呢 这个Execute是提供给前端的接口 那这个是自己对后端的接口 经过这个转换 OK 好 那这个潮潮类做什么呢 好 那要看潮潮类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个UI的部分 看一下传过来是什么东西 所谓UI的部分这里呢 就是提供了刚刚的那一些按钮 这个没什么 好 好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按下Play 这个按钮就会来调用 这个Play这个函数 如果按下Stop这个按钮呢 就会来调用Stop这个函数 然后在Play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它是调用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然后呢 来调用它的这个函数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个 这一口里头的plugin里头的函数 有没有 这个IP是在这里 IP的 是iplugin 这是IP的形态 iplugin 所以IP是指向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所以第一个Play的话会传一个0过去 Stop会传一个1过去 这我们称为叫做Bandmark 称为叫做Bandmark 好那么传过来呢 传到这个plugin 它扣过来的时候 你看它扣过来会把这个Bandmark传过来 再把这个Bandmark又交给这个后面的接口 把它传过来 所以就传到了这一个 曹操类 所以曹操类呢 再把这个扣 把这个扣拿出来减量 如果是0 就扣自己的抽象函数 Play 如果扣是1 就调用自己的Stop 所以呢 曹操类提供了两个接口 提供一个自己的接口 然后两个函数 一个Play 一个Stop 所以曹操类的主要的任务 实现了天子的接口 就是Execute 就是这个Execute 然后呢 这个提供自己的 提供自己的接口 提供自己的新接口 就是曹操类呢 做了些什么 这个就是天子的类 天子的类呢 它就是天子的接口 这是天子的接口 然后曹操类呢 定义出自己的新接口 自己的新接口 然后实现了天子的接口 OK 这是曹操类的用途 那么它是 传编码过来 再把它缓过来 缓解 这个叫解码的过程 OK 那至于 这个T的部分 叫Plugin的部分呢 这个部分只要 是在接 这个 这一个播放引擎的 所以播放引擎的接口 全部被封装在这个T里头 被封装在 以后 有要改变的 把整个media player 把它换掉的时候 只要改变这个类就可以了 那这个类呢 要实现 曹操的接口 一个Play 一个Stop 实现这个接口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App 的类呢 就实现了 这个曹操的接口 就可以了 也就Play跟Stop 那我们的代码 就讲完了 就这么简单 OK 就可以把这个 抽象的 也就是通用的接口 把它实现了 而且呢 用EIT的方式 把它直接 对应到代码 这代码就非常的清晰咯 因此呢 我们就从用户的需求 Use Case的系数 也就是Use Case的模型 把它对应到 我们的系统架构 再对应到我们的代码 那在这一个部分 我就刚才展现了 从需求的表述 到架构的设计 到代码的一个呈现 希望你能够 更清晰的领悟档 是一个通用性接口的设计 其实是蛮简单的 OK 谢谢 谢谢